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今年国庆节和中秋节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有8天的假期 从目前数据来看 国内其实是远超过2019年 整个的业务的情况的 现在很多的高铁票 其实都已经买不到了 所以我认为 当然讲整个的今年的趋势里面 国内肯定是最先恢复的 因为大家都没有什么叫 只有这个时间是一年中价最长的时间 然后大家也只能是这个时间玩 所以说这个时间各个旅游景点的 不管是门票的价格 还是吃喝的价格 和住的价格都会很高 我们的话就是极限一日游那种的 就是不在当地住就比较省钱 然后就直接早上的火车 或者是高铁 就是到另一个地方 玩一天极限玩 然后就到 然后晚上再回来 请开心 请开心 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 我觉得在几几年时间加上 与这种疫情 那是非常非常強烈的需要 第二件事是 我認為疫情也增加了 朋友和家庭 去遊行小組 因為他們享受 他們與家庭有的時間 所以這個更加裝備 更加小組的旅遊 是真的一件事 被派發出的 疫情 来动 We hit about 160% versus last year so overall hotel bookings in Q2 was great If you look at the flight capacity it has only recovered to about 50% of pre-pandemic level so we are not we are really not in full flat capacity recovery if you look at the average international air passenger volume is only at 30 37 percent right versus 20 you know 2019 however for us for us you know we are already recovered to over 60 percent on the pandemic level now we forecast for example as flat capacities start to pick up towards the end of this year and beginning of next here outbound travel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我认为在明年也依然是处在一个恢复期 对就是这是一个资源部分的这种恢复的一个过程 另外我认为就是消费者信心的恢复的一个过程 就是在疫情结束之后那消费者是不是受了三年的疫情 对经济的影响对生活的影响对收入的影响 那大家可能要考虑的就是我是不是要先更多的忙于我的工作 对然后再考虑我是不是应该出去旅游消费 对所以这里面其实消费信心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过程 嗯 来吃药的,今天准备一样身份证了